Hello,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今天二哥确定买三一了 我们去交一下款 然后去谈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便宜一点 跑这么远过来买 二哥,二师兄 最近以后不叫他二哥了,叫二师兄 叫二哥,你现在换狗应的 就换了 二哥的夫人一奶奶看不到了 哈哈,我们马上到了 还有十分钟吧,差不多就到了 去看看,谈一谈 又是三一 就这一盘了 那转换器 这个高度提升了好多 比我的身体 二哥要,二师兄要试一下,体验一把 你看看 离合总是快了 这离合能跳 这离合能跳 那感受怎么样呢 他这个座椅看到没有,你座椅那后面有个那个,有个扶手 啊,对对对对 不错 这离合,你用不习惯 这离合,离合你用不习惯 这,这,它都是连来的吧 啊,对 还让你去看见多了 啊,这是爽通合不错的 没体验一把 哎,这还蛮贴心的 还夹了一个这个比我原先 看这边也有 这是,这是我给它放下来了 哎,两边也放,有呢,放东西的,大物网 挺好 基本上,就改了一个,不 改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这空调的效果啊,我感觉要比我的车 要好 应该实际上是新车 体验的怎么样,说点感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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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没,你那没中 你那没,你那没一罐,钢子上都在泡沫路 对,用的一罐啊 简正一个方面,跟我那车一样,是吧 简正一个方面,跟我那车一样,是吧 简正一个方面,对,没变 简正不大点 一罐子 更,怎么一罐子 刀柳斌。 刀柳斌住? 一罐子的时候,是吧 你的,你别为我煎 hat 一罐子,可以光芦 这些坐鱼 Ger zdigası 但是它这些,靠背呢 不能够编のはä 下ق客,我那边 Otan 二师兄也体验了一下三一祝福版 整体来说简介方面改变的不多 本来我们过去是要交定金的 但是临时改变了 再考虑一下 看具体买什么样的车 他有可能要买欧曼 昨天他姐夫给他打电话 说欧曼的价格还可以 他准备去看一下 我也体验了一下 整体的话还好 比我原先的车改变了不少 特别煤比较 比我的车煤要重一点 效果要好一点 然后里面没有出车空调 没有冰箱还有那个 微包炉 这些东西我们也用不到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旅哥 请帮旅哥转发评论加关注 谢谢 拜拜